《新年紀》 一年幾個星期下來 我在討論當年 29年前開始決定 要去中國 當我決定去中國的時候 其實也要做一個很大的 獻身 本來當時我可以有 一些很高薪的工作 當時特別是 商業電台 是給我很高薪的工作 去做時事評論 我做時事評論 都是一個30年以上的 資深評論員 但如果在北美 做時事評論很低薪 但香港又比極高薪 希望我從北美回去 可以做時事評論 薪金比做教授 都高很多 但在北美 我現在的工作 就比教授的薪酬低 但結果 我沒有接受高薪的聘請 反而我願意 做我現在的工作 花了29年 到現在 開始去 希望可以入到中國裏 作出貢獻 入到中國裏 我付出很大的代價 第一 我這些時工 就是要拿低些的薪酬 因為我們想捐到的錢 是可以幫到那些學生 幫到那些窮人 所以我自己不可以拿高薪 又是捐錢 不是為我得到高薪 是為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當時也要作出了一種奉獻的心思 就說 假如是上帝夫照我去做 我不在乎薪酬高或低 也不在乎我生活 是不是一個很富足的生活 是那些物質上很富足 去出入都是一些最豪華 最靚的地方 或者是坐的車 開的車都是最好 最貴的 我就放棄了這些 放棄了這些不難 這些是表面的物質生活 但是當入到中國 看見中國當時的艱辛 中國當時的落後 當時的體制的不圓滿 實際是很心急 又很悲傷 但又如此的無能為力 我記得有一次在上海 當時我入中國 第一個要做的事工 就是去推動 這個廉政的思想的建設 當時是通過和上海復旦大學的合作 一起去研究 怎樣可以建立一種的廉政的文化 一種的 一種清潔的官場生活 中國當時是腐敗的不得了 中國當時是腐敗的不得了 但是我們就嘗試通過 一些的和學者交流 通過學者又請一些的 學者以及一些的官員 來到加拿大 去了解一下 加拿大是怎樣去處理 那些官員的收入問題 原來他是有一個很好的 所謂對事情 對事情 是相對的 原則上可以檢查他的收入 以及可以有一個 好的會計系統 去檢查一下 你所有的 收支給一個機構 如何可以客觀公正 而不可以有人在裏面 私吞一些錢 放入自己的袋子 結果這個 所謂的一個 account system 一個怎樣 一個好的會計方式 以及一個 通過所謂audit的方法 通過一個對錢銀嚴厲的監督方式 使得所有的錢銀 是不會落在私人的口袋中 那麼這種研究是成功的 當時和中國做了 後來中國也是去建立 這種審計系統 慢慢地嘗試去對付了這個貪腐感 但是我記得 我當時在中國 那天中國還是很落後的 那時還是九十年代 剛剛到九十年代尾 就會轉入二世紀 我記得在上海 當時在福蘭大學工作 那時的酒店都是很逗禮的 那我有時候 因為北美回去 那我午夜那時起床 那我忙忙的夜空 一片的上海很寧靜 但是想起我看到的民間 那些艱苦 那種的奮鬥 那種的貧窮 那種的體制 那種的不圓滿 我真是痛哭 我們能力真是很小 我能夠幫到中國多少 但是這種的痛哭 就是來自一個 我基督徒內心深處 一種愛的流露 那種愛流露 就是我開始真是學習 很愛這些的中國人 而其中我最大的 去遇到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一定接觸到 很多官員 很多都是共產黨員 那就是一個基督徒 怎樣去面對共產黨 這個的確是一個 我們對共產黨是不認識 而且我們都是在傳聞裡面聽的共產黨 那當然反共的人 每天都說到他很可怕 親共的人說到他很好的 那我自己慢慢地去觀察 我開始認識共產黨員 那中國有成 現在就成 很多幾千萬 九千萬這樣的共產黨員 那麽多的人口 究竟他們是怎樣的呢 那我發覺 其實很簡單 會覺得都是人 來的 當我第一次 就是參加那些會 那會裡面 討論著一些 中國的文化 以及中國的前途 有幾個很老的人 加上一些老共產黨員 我慢慢地觀察 這些人 他們的內心世界 其實 他們有一種的 情 他們相信某種的理想 因為那些是真共產黨 他們一定相信某種理想 想通過很多的努力 將理想實現出來 使得中國可以變得更加的 富足和公平 當然你會遇到很差的共產 有的 貪污污吏 我都遇過少少 那時候我不是遇過很多 因為我不是做三義 所以我們都是做慈善工作 遇到的多數都是好的官員 我從來沒有人問我 我拿過貪污 但是貪污吏 有時候也看到 或者一些警察濫用權力 或者一些官員 那種以為高人一旦的氣派 都會看到 這些是什麼呢 其實這些 和所有反共的人的醜惡 是一樣的 我開始發覺 反共的人的醜惡 和共產黨的醜惡 其實都是一樣的 人性裡面有罪性的時候 他就會是 以為自己適合 以為自己就是代表真理 你有些權 就以為自己 那個人一等 而且為了保護自己的權 就什麼手段做得出來 那些壞的共產黨很多 其實不是共產黨 是其他在外國所見的 在中國以外所見的 那些醜惡的官員 或者自大的人 那些以為自己很了不起 那些甚至是很反共 反共到無理性的那些人 那些人 其實是和共產黨一樣的 因為他們都是一種主觀獨斷 以為自己適合 如果有權 就用到盡 有權就搶到盡 所以我開始明白 其實 共產黨都是人 如果他做得不好的時候 跟任何壞人所做的 所想的是一樣的 他做得好的時候 跟任何好人所做 和所想的是一樣的 那人是什麼呢 其實因為我自己讀中文化 出身呢 我就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的老師 是著名的新儒學派 的儒家的大智學家 唐君毅 唐君毅對我影響很大 我還有一個老師 叫做毛中三 當時都是著名大智學家 毛中三我只是跟從他的學問 我並對他的人格 我本身那時候 都是有少少不去跟他 因為他是一個很傲岸的人 他覺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我真的不是很歡喜 毛中三的 雖然他的學問 讓我很敬佩 因為我最怕 就是一些人 以為自己適合 他以為自己適合 他不是一定經過 對其他與他不同的東西 去認識和欣賞 而是對那些 他覺得他不行 不對的東西 他覺得不行的 他就會看不起 他不會去了解 或者欣賞 唐君毅給我最大的學習 就是我先去欣賞別人的不同 他對於不同的哲學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信仰的人 我先去了解他 為何會這樣想 就是他在這些思想 或者信仰裡面 他所得到的好處 他所得到的認識 他所掌握的價值是什麼 你明白了他這樣想 是基於一些真實的價值 和真實的經歷 然後再去明白 他之所以這樣想 是來自他的某一種真實經歷 在某一種信仰裡面 得到一種好的東西 他一定很堅持 你明白他堅持的 是有價值的 我就去欣賞他 當時唐君毅教授教導我們 在他人家所掌握的好的價值 那裏欣賞 你進入欣賞之後 你去學習 超越回來 是走出他的想法之外 去看看會不會有其他的想法 都是很好 而不是那一套是正確的 這對我來說很大學習 就是你入到別人裡面 又走出來 去欣賞到別人不同 但又不會被他那套東西所控制 而能夠有一個自由的空間去思考 能夠進入一切不同的文化價值思想 又能夠走出一切文化價值和思想 後來當我認識基督教的時候 我就明白了 耶穌基督的所謂道成育身 是一個很深的意思 就是上帝要來到人類當中 他一定是經過一個 進入我們的世界裡面 但他又死而復活又升天 他又出了我們的世界 去回到一個真正完美的世界那裏 他能夠入 他又能夠出 所以他進入的時候 與我們同金共苦 去和我們一起經歷生命的艱難困苦 去擁抱、去醫治 去安慰很多受苦的人 但是他自己又能夠超出 這些所有人的問題和人的價值 而通過他自己去擔當人類所受的痛苦和罪惡 而至於死而十字架上 他進入到人類裡面 承受人類的苦難罪惡到最高峰 然後他又死而復活 能夠走出來 你進入一個永恆的世界 而告訴我們 你所謎執的 你所自以為是的 是可以打破的 你可以走出來進入一個永恆 美善的世界當中 而得到更高的喜樂和幸福 走出任何偏見自大 又或者任何看來很好的文化和思想 你都可以走出去 你能夠進入去 以至於你進入永恆 是明白一個超過一切的人有限的價值 終極的永恆 就是上帝的世界裡面 唐哥的詩詩教導我這種儒家的詩詩 以及到基督教裡面 讓我明白到 是基督道成 肉身大 又死而復活又升天 這個入又能夠出 出又再入 能夠今天我接受 耶穌基督進入我的身份 祂又可以進入我裡面 又和我同擔我的苦難罪 然後又轉化我 讓我走向永恆 由此我用這個心態去了解 其實共產黨都是人 他們每個人有他的悲歡離合 亦有他的理想 有他的奮鬥 有他的眼淚 他亦有他的艱難 亦會有時有做錯 亦有他的自私 所以我就學會了 不和那些反共的人一樣 是一口就否定共產黨 因為我知道上帝很愛他們 其實當年我和上帝交往 我問了一個問題 你呼召我去中國 我怎麼應付共產黨 我不認識的 因為共產黨好像 聽不聽那些人說老句 很壞很壞 我也很害怕的 但是說他好一點 又覺得他好好的 我怎麼去了解呢 上帝教我一件事 他說 你愛他就可以了 無論他如何 他是好壞的 一個人位很好的 因為共產黨一定有最壞 有最好的人 你還是愛他先 愛才能夠改變人的生命 愛才能夠讓他走出他自己的迷汁 還有一個永恆的世界 所以我在中國和那些學者交換了 是由29年 我出了一本學術刊物 叫文化中國 我每一期都有一個對話 和一個學者對話裡面 有儒家、道家、佛家 有社會學家 又有心理學家 有城市學家 又有是共產主義者 每一個對話裡面 我才進入他裡面 很快就跟他們很熟 因為他們的學問 他們的知識 我去欣賞 我去掌握 和向他們學習 但另一面 他們很喜歡跟我聊天 因為我有一個嬌疚信仰 有時就在一個人 很多不同面對的困難 現實的問題 大家思考的掙扎裡面 打開一個窗口 心靈的窗口 就是和永恆能夠溝通的 即是說 無論你在一個世界 大家很努力 大家都很奮鬥 希望將中國做好 然後 如何將中國做好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遇到佛 共產主義 或者民主自由思想的人 他們都有很多的看法 但每個看法都會有限 每個看法都不是絕對 每個看法都有好處 每個看法都可以去學習 好處 欣賞好處 但還有一樣 任何看法都可以在裡面 打開一個永恆的窗口 就是說 在人裡面 可以有一個心靈打開空間 去仰視永恆無限的世界 那個境界 那個真理 又讓永恆無限的美善 慈愛能夠將人 所有限的看到 走出他的有限 體會無限 然後再無限 進回有限的世界 就可以 經歷到永恆在心中的出現 但同時又能夠 所以當我用基督教 和各種不同的思想對話 能夠進入裡面 又能夠出回來 既能夠進入又出 又能夠進入 而且能夠永遠打開 心靈的空間 讓每個人都看策永恆 這個世界 每個人都能夠 有種的 看到自己的不足 肯繼續向前 或者將自己原有的 真正價值 發揮出來 都會令到 這個世界是好一點的